心血管疾病向來都是都市人的模型殺手 巴打台現特設免費檢測心血管硬度服務 可以有助及時發現心血管異常情況 能有效避免中風及心肌梗塞等多種恐怖疾病 有興趣參與的人士可於辦公時間內 親身到巴打台地址,九龍青山道654號浪圖大廈15樓A室 或者致電查詢熱線55379521 植物提取物必須兇討服用 保健食法每天2粒,進階食法每天8粒 我們敏滴裏面提取物的主要功能有 阻止皮膚痕癢,皮膚過敏,主副手 對皮膚脫落和氣管過敏都有幫助 產品查詢熱線55379521 好,回到第四節 回應網友及兩岸軍事環節 要回應網友 有網友問一下 要說戰略軍閘技能文,戰術軍閘技能 對呀,網友問 戰略軍閘技能文,戰術軍閘技能文 戰術軍閘技能文,戰術軍閘技能文 是谷問的 谷問的 不是谷問的,是PM問的 是PM問的 但Simon幫你回答了,很詳盡 但他用了一種近代的方法去回答他們 他的數據回答 其實戰鬥轟炸技能源自大戰 當時M209,德軍那些已經可以扔炸彈 扔炸彈的方式 不是苦衝去扔,是高速去扔 就是用走開過去打,就順便扔兩個 就是用戰鬥轟炸技可以揹著炸彈 但是到了近代 其實就沒有了戰術轟炸技能 因為由越戰開始 戰鬥轟炸技能已經強化了 例如F-105的雷掌戰機 或者F-4的鬼怪 Fandom 它本身的雙引擎 或者大引擎 它的載彈量很高 已經去到幾噸了 所以已經沒有了戰術轟炸技能 戰術和戰略的分別就是 你的距離 作戰距離 你的載彈量 和你的航程 三個東西 決定了你是戰術還是戰略 現在已經沒有了戰術轟炸技能 基本上已經 全部都交給攻擊機 或者戰鬥轟炸技能 但是大部分現在的戰機 都可以做戰鬥轟炸技能 所以已經沒有了戰術轟炸技能 沒有了不存在 其實已經 因為大部分東西都給戰鬥機 即是多功能戰鬥機 已經包含了這個功能 只剩下戰鬥轟炸技能 就像圖160 所謂圖95 老爺那些 B52 B1 B2 就已經 戰鬥轟炸技了 Alex 其實就用了一個 在先戰國家的角度出發 但是在窮角 其實戰術轟炸技能 在他們的世界上 更有傳 最窮的是 試過打非洲內戰 是用一些客機 外掛炸彈 找戰鬥機護航就可以了 最重要 你有沒有像小時候看《風間真》 以前看《戰區伯伯》 那種感覺 所以戰術軍炸機 其實業界來說 現代有戰軍機 就不用有這些 那我講了再久一點 第一次大戰軍炸機 是扔什麼 扔手榴彈 我最知道他們的雙翼機 三翼機 在上面扔東西 一個人就握機 後面就扔手榴彈 你指標他們的作戰空置是怎樣的 一個握 一個用手槍射 就是這樣射 兩個都好一點 只是一個 一個射嗎 又要握又要射 我們知道他們是機頭日之槍 那槍和那些翼 前面的螺旋掌 我之前講過 要計算的 那些軸同步 如果不會射穿螺旋掌 所以沒有了子彈 那怎麼辦 然後鑽頭 我飛近你 就扔掉你的翼 這樣也可以 很高難度 因為飛得這麼快 另外有個網友也要講 他說東風 這陣子南海還沒有試射 很多UFO在沿岸出現 有人猜UFO是什麼 其中一個最常見的彈頭 如果你看到飛機的彈頭 是不是有導彈的彈頭 是 這個問題不如由我們的新聞 直接一起講 好 因為南海之前 南海設定了一個禁飛區 禁航區 之前設定了 設定了兩個地方 一個地方會近海南島對出一點 一個地方會近海南島對出一點 一個地方會在南沙島礁附近 有兩個禁航區禁海區 說明這些地方不可以有船隻 飛機,因為我們在做演習 那些人就想 你這兩個區做什麼演習 這麼厲害 大家都猜到了 因為如果大陸這樣做 要麼就是軍艦出來 然後軍艦去做演習 但是金劑不是軍艦演習 大家猜應該是試射導彈 但是射什麼導彈可以射到海裡 這麼神奇 那些人就想 如果這樣算是否玩反艦 反艦導彈 那你不是東風-21 而是東風-26 東風-21分為東風-21D 這是一個特別系列 專門對付海水目標 大型海水目標 大型海水目標 通常大型海水目標 暗字就是航空母艦 所以外界 第一個就是我們谷友都問 你彈到導彈 是否真的可以擊中一些二度目標 例如航空母艦 以前是在沙漠試射的 畫了航空母艦的圈 然後射到中 中了 在沙漠上中了 在沙漠上中了 那時候就畫了航空母艦的樣子 就是美軍的樣子 然後射 聽說在哪裏射 就好像在奈蒙那邊射 射到戈壁 距離大概有點像東風-21 東風-26 東風-26 再射遠一點 總之在沙漠上 畫了航空母艦的位置 大概這樣 很準 但問題是它不移動 現在似乎要做些移動的事情 始終海放是有些不同的 對,因為海會浪 海風 以及海會反射陽光 所以打下去會有少少不同 你說如果用反艦飛彈和彈道導彈的打法 是不是很不同 當然是不同的 首先第一件事 如果你是用反艦飛彈打 有一個問題就是 你要在防區外發射 對,通常是極防區外發射 然後要極低空飛行來避過雷彈 然後要炒高射射回去 通常去那一刻 開頭就不是超音速的 普通可能是壓音速的 對,因為是用Turbo Jack引擎噴的 開頭就不是那麼快 對,然後到目標就開始用火箭 然後就左推,然後就抽高 藉著動能打下去 威能動能這樣轉發 所以到時打的時候 應該是超過兩倍音速 大概三至四倍音速 其中一個代表是甚麼呢 布拉姆斯飛彈 俄羅斯洋印度做的 另一個就是台灣的紅衫飛彈 反而真的有實戰經驗 反而是法國的飛魚飛彈 飛魚飛彈 對,那時打一個福島戰爭 但他不是超音速的 不是超音速的 對,只是超音速的 但已經是發覺都在開箭 我真的打得尋 真的中了 真的厲害 所以如果你說 現在超音速的反彈飛彈 都沒有實戰 你會覺得紅衫算不算實戰 魚差也沒有實戰 魚差也不算 魚差也不算 不知道他準不準 但美軍要威名 在大陸有一個英擊十二 英擊十二也有這個功能 所以如果用反彈飛彈 打的話 是很難折的 但反彈飛彈有一個問題 就是你要防區外射 而防區外射 如果你對著一些很先進的海軍 例如美軍 你不是那麼容易射到它的艦 還有你的載具 你的飛機也要進到它 不要讓它射到你才能射到一支 你說你未射之前 已經被人射到你的飛機的載具 是沒有用的 現在最大的問題是甚麼呢 其實很多時候 中國和俄羅斯 他們會發展是用艦 艦去做反艦 原因是因為艦艦可以做到飛彈大一點 巨炮 bomb 中國和俄羅斯的思路是很近 他是用艦去造反艦 同時用轟炸機 轟炸機 超长情反栏导弹,反航空母船 但其实他们空中载具就不多 他们通常在大陆做空中载具 首先第一,他们不会用战斗机做的 因为什么也不太重? 还有那个弹头不够重,可以炸沉他们 他们用什么呢?他们用长剑20 长剑20就会用光鹿鹿射 光鹿鹿,他们会用这些 但光鹿鹿的生存能力很低 RCS太大 所以苏联就用图22和图160来做这些东西 图160当然生存力会高很多 说回来,弹道导弹做的有什么好处呢? 首先,弹道导弹如果它做的 因为它是超高空 首先,它一写一写上去,基本上写在大气层外 然后陆架了目标之后,重返大气层 因为地心吸力那样东西 整件的加速是可以去到10-20个音速 所以是相当恐怖 第二个问题,它难防的地方在于 因为它是属于一个雷达盲区 因为雷达始终有射角 但如果是相当于雷达盲区 如果是相当于雷达盲区 如果是相当于雷达盲区 就是一个盲区 有网友问 你真的会中的吗? 它说,航母船也挺快的 你都30折的 你这样开,我知道你来,我走 我会站在那里 一定会停在那里 一定会停在那里 虽然有网友说 阿尼阿根兴说 其实现在的航母船 理论上,你不动 也会彈到你飞 如果是美国 俄罗斯也不行 大陆也不行 我试到F-14换了引擎之后 升合F-14B A不升到B 你不用开后燃起也能起飞 因为是弹 但F-14很重 那么重也行 如果我们用了 弹道导弹之后 到底下来是什么难呢? 有几个技术困难 你瞄准也很难 第一个技术困难是什么呢? 进来之前有一个叫黑障区 因为这个所有导弹都是一样 因为大气层有个摩擦 那一刻是和外界失联的 是盲的 所以理论上它进来 进去大气层之后 才可以重新和它通讯 问题就是,你进来 和你之前的地区不同 所以要在哪里修正 就要回到司令部修正 或者是和你发射的蓝要做修正 那很难做的 你怎样detect蓝 移动了多少? detect蓝移动了多少? 上面的卫星 用卫星帮助 但最大的问题就是 你的通讯链要很强 首先第一个要求 通讯链要很强 要和这个武器的载具是要做到的 就是不要被人遮掩的 第二个是什么呢? 这个载具本身要懂得动 你不要这么死固固 现在的载具全是滑翔式的 它的样子就像一个滑翔的滑浪 这样移动一下弹头 所以理论上这些是glider 现在glider是流行用glider glider是这样的 它会有两个双锥体 双圆锥 理论上就像以前潘兴的飞弹 它是有两个尾翼的 很小的 双锥体 双锥体 双锥体的摆动就做得比较好 它就会用这个形式去飘 但问题是什么呢? 你要修正的距离可能很大 因为速度太快 修正距离大 其实你未必可以数下去 最重要的是整件事是10-20倍音速 当然你说10-20倍音速是优势还是劣势 我觉得是劣势 太快 快的问题是什么呢? 首先修正是很难 你想想你拿着一个10倍的载具 如何修正呢? 移动一点都很厉害 很难移动的 最后一样是什么呢? 是电脑 电脑能否够快去处理这件事情? 当然电脑一个就是蓝上面的电脑 或者是陆上面的电脑 一个就是它本身的工智能 所有东西加在一起 究竟它还能否这么精准炸到呢? 还要大家记得 航空母船在大海上 你以为是猜大家 在大海上是一块油票那么大 它是恐怖到 就算我是蓝载机 我想找也未必能找到 是 试过那些F18那些 他说不好意思 我真的找不到 不够有 真的找不到 接着怎么办呢? 因为他们有个叫夜间的时候 会转到另一个司令部 就不是上面 你平时见的日头 即是上面那些北部的人 不是那些人 在船下面 有些是全部亮着夜市灯的 他们是指挥他回来的 给了司令 就是你不用开掌的 即是告诉你 你怎样动 就飞回来 你相信他们 你不要相信自己的眼睛 就回来 因为眼睛什么都看不到 就回来 很神奇 我想说大陆有没有这些东西 那么强劲的指挥部 那么强劲的大陆 我们不知道 可能有的 所以你说 如果这件事 曾经有个法国退休将领 他很质疑 你大陆是不是真的做到 他也挺高级的 我印象中是做到海军上将 他很质疑 他说我不太信任 他心想 可能美国也做不到 会不会大陆做到呢 可能他才能打到一些固定目标 但他说真的可以移动 就未必可以 因为大陆导弹 其实主要是打固定目标 对 固定目标 所以这个 就当财了网友 另外一个消息 就说直20 听说可以上到05万 那架头中尾三分不同抄 是这样的 也有些像黑鹰 机头 也有些像 这架比米来说 也算不太修长 不太肥 但相对载量也不太好 看引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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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难说 两棵三棵是谁 现在窩族引擎最好是G 一副7千多匹 三副 特种马可以超过三副 这么厉害? 我想这也是两副 有海军的图七 疑似直20 我们再为大家这个会再报道 另外当然 刚才我们说了 F16V或M1A2 不可以卖给台湾 第一个要看总统是什么 第二个就是 中业美卫战打到哪个位 第三个就是 究竟台湾能吃到多少东西 我自己是这样想的 你进入F16V就不能进入M1A2 进入M1A2 进入M1A2就不能进入F16V 我自己认为是这样 即是它不会卖给你 我也有分阶段 我也有分阶段 买一块给你 即是明天买一块给你 就看你要哪块 或者它觉得你应该 我觉得买F16V会更快 当然买F16V M1V会更快 我觉得M1V会更快 好 我们今集的军委宴就到这里 下集再和大家军事到行 拜拜 女士的头发不够强韩 男士又有中年危机 地中海的烦恼 找到一只洗头水是很重要的 要激活无狼 控油去塞 固法 欲法 防脱法 我们推荐韩国JW洗户系列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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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